很多店家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停住 会不会影响到劳退平均的工资计算 而现在劳动部已经拍板了 认为这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所以不会列入劳退平均的薪资来计算 这一排铁门都拉下很多店家受疫情影响 停业不开门 而这段时间劳工不能工作 不少人担心恐怕会影响平均工资的计算 就是因为这波疫情很多劳工被迫减班收入锐减 就怕万一列入劳退平均工资计算 会影响领取金额 不过劳动部已经拍板 因为算是不可抗力因素 不会列入计算平均工资 本来薪水是有变少 对 因为我有继续上班 但是可能业绩的关系 所以薪水还是有变少 但是要看时间 如果时间短期那变数不大 但是如果时间一久 那就会有一些问题 把小黄瓜切丝 凉面店老板娘正在为开店做准备 像他这种餐饮业 六月营业额衰退近四成 还有零售业也减少13.3% 双双创下21年来最大减幅 7月衰退幅度恐怕在改写记录 的确现在传来好消息 行政院已拍板商业服务业纾困不关门 将延长到8月底 预估再加码10到20亿元 这次大型企业申请纾困越来越多 受理案将近24万件 拨付金额近215亿元 而且7月过半数都在三级警戒 8月可能还有一波申请高峰 疫情重创民生经济 老百姓们只盼这波疫情赶快过去 回归平静 东森采言新闻杨昭林浩宇 台北报道